川普要告訴大家說 我是急不倒的 而且我還能夠照常辦公 甚至我確診的 也不忘那核武攻勢包 但是我告訴你 它就是包括了說 你看 號稱核足球的核彈攻勢包 也被戴上了直升機 它染疫的時候也戴在身上 另外我們說 這為什麼被說什麼 政治大秀呢 來看到這個 有核末的末日軍機 染疫支撐的E6B 水星在通信當中 結果被美國東西岸的兩岸升空 這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週二的 就是川普的染疫之前 染疫前 但是大家我們一開始就有講到 川普什麼時候確定染疫 他禮拜一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檢測 就說他好像得到了 所以是週一的時候 就已經大概知道 週二的時候是在這個 你看 這個水星就升空了 然後再接著 他就確定證實是染疫 所以這個升空是不是很有連結呢 是不是他早就知道 早就可能已經有染疫的狀況 然後接著就升空 而且我們知道跑軍事都知道 如果你印達信沒有開的話 我們是看不到的 委員你怎麼看 這是不是一個大秀在進行當中 這個是他既定要做的嘛 他要讓全世界知道 他這個部分核武 他也非常的在意 也非常的強 他在秀肌肉 那當然就是說他染疫這個部分 如主持人所說 如果說他惡意隱瞞 那其實的確是不妥 那不過就是說 我說了就是說 他一個國家元首 有時候在處理事情 他那個角度 從防疫砲砲的角度 有時候會有不一樣的思考 那剛剛國一講 我倒覺得比較有趣 川普在選舉的時候 他到底是活著還是死的 如果他真的是因為武安肺炎 那真的是病重 真的是死掉 那當然就沒得完啦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 戰勝中國病毒 不管他是做實驗品也好 不管他這一陣子 所有的起起伏伏 大家對那不同的看法也好 那最後他就是贏了 他就是贏了中國病毒 所以我想這個 其實會跟最後的輸贏 有很大的關鍵 我這邊有個圖 就是他那個 其實美國他們選舉 這個是四年前 這是希拉蕊跟川普 這是十月份的時候 這個大概是十月初 十月初到十一月 這中間才一個月的時間 他就可以起伏這麼大 希拉蕊可以上 他就整個上升下降下不一樣 這十月那個月就這樣子上來又下去 那最後這個是差兩趴 所以他這個民調 事實上也跟選舉結果是一樣的 就是說希拉蕊到最後 他的得票率大概是48趴多 然後川普是46趴多 那事實上他們就是總票數是希拉蕊贏 但是因為選舉人他們的投票制度 所以最後川普贏 這是上一次他們的選舉的結果 所以你就看這些搖擺州 你就可以看 這裡其實相差都只有 都只有幾趴而已 你看這個密西根 然後你看這個16票 然後這個比較多的賓州20票 這個威斯康辛10票 佛羅里達29票 像這個票數都很多 但是他們的差距 趴數都很小 所以今天只要就是上一次 很明顯希拉蕊 民調是贏過川普的 但是結果是輸 他的投票數也是一樣 那這一次就是說 我們現在最新的民調 就是在這些搖擺州 川普已經都小贏 都小贏希拉蕊 都小贏拜登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但事實上我對川普的選情 我覺得還是樂觀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川普好像醫師說的 他那個如果侵蝕到肺炮 那他就會腦筋不清楚 是腦筋不清楚 他還出來 表示他腦筋沒有那麼不清楚 那另外一個剛剛博弈提到的就是說 民主黨的支持民主黨的 還很擔心拜登出來說錯話 這就是拜登腦筋不清楚 你看拜登的講話 拜登的走路那個樣子 我都是覺得剛剛說川普老人知道 我覺得拜登這個部分還比較像 所以比較起來 當然就是說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但是我是認為 川普最後還是會獲勝 那這個部分當然他還是要表現 他強人政治的一面 雖然他得病了 但是他還是強人 他還是要戰勝病毒的 他還是要展示核武的 他就是要展現出那個強人的樣子 但是他也很關心跟我們台灣的連結 尤其是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川普我們都知道跟蔡英文政府比較好 而且是要連台灣來對抗中國大陸 所以未來如果說川普人意 北京會面臨所謂的三大挑戰 的確有評論文章就特別分析了這三個挑戰 首先第一個說美國將採取更激進的應對方法 增加陸美嚴重衝突的可能性 所以換句話說現在這個衝突會越演越烈囉 第二個挑戰就是說 這個染疫的情形會提供意外的一種 所謂的聚齊效應 就是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張照片 你看到支持者的那些旗幟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然後增加那種凝聚的團結的那樣子的一個氛圍 提高他競選連任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有助於他連任囉 大家都團結起來囉 更多的人出來站出來支持他囉 票要投給他囉 這第二個挑戰 那因為為什麼要說這對北京的挑戰 因為北京可能不樂見川普的連任嘛 再來第三個 川普還有他的執政要員 染疫引發的政治衝擊 會波及其後續的效應 將會限縮下一任總統對大陸的政策 有一個空間 所以可能是不是會更加的緊縮呢 就這一點我們怎麼看來 我覺得這個評論 我也是非常不能溝通 覺得他也並不是什麼專家 那我講我的看法啦 就是說第一個 他怎麼覺得習近平真的不希望川普連任呢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的判斷 就可能太過於武斷 我並不認為北京是壓拜登的 看起來並不是這樣 那就如同大家很多人對川普的性格 所判斷的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其實是一個 他講話從來沒有準過 然後有的是自己故意跳票的 有的是胡說八道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覺得說 他可能選錢很兇啊 對中國比誰都兇 選後對中國比誰都好 所以他是一個很難預料的 那他這種商人性格 是 那拜登反而很硬嘛 所以很硬就是說 因為他表裡如一 他就是這樣 他不會像川普啦 祭出一些非常 連全世界都不能夠接受的這種貿易手段 使得現在全世界的經濟秩序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跟挑戰 然後再加上川普又反對氣候變遷 等等很多的問題 他的盟幫都受不了他 但是 就是說基本上 習近平真的這麼希望川普落選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說美國因為 為了要挽救川普的這個選情 所以說會採取更積極的方式 那這個積極的方式 就挑起美路的衝突 但我覺得這樣一個判斷 我也覺得是太過武斷了 為什麼 因為時間太短了 他要挑起什麼樣的衝突 就是如同剛剛大家在評論 他染疫這件事情一樣 怎麼樣可以讓川普逆轉勝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哇 出現了很戲劇化 就把他站出來說 你看我戰勝了中國病毒 啊 中國病毒沒什麼嗎 我就跟你們講不要大驚小怪 你看我一下子就戰勝他了 哇 真的是 這個Super強權的美國人的代表 但大家都知道在現實上面 是很難的 而且在現實上面 他很可能會堵上他自己的生命 這是我們不樂見的 他做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那回過頭來講 換句話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11月3號以前奏效 如果你挑起了嚴重的衝突 那你就必須收場 而且收得很漂亮 他根本來不及嘛 他來不及操作這一件事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雖然現在老共要有一個態勢出來 可是你說真的 除非擦槍走火 這是我們擔心的 除非擦槍走火 你說故意老美去激發 然後老共發動什麼武力 然後台海怎麼樣或幹嘛的 我覺得不可能 你覺得機率不大 完全不是機率不大是不可能啦 而且美國軍方也不可能做這種事情嘛 不是川普說叫他去幹嘛 他就去幹嘛了 你這個 美國又不是北韓 美國還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還是有憲法 美國軍方還是有理智的 所以他挑起了所謂的嚴重衝突 他要收割 他來不及收割嘛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要去操作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來不及了 所以我才說這個評論看一看就好了 那現在 沒有 我是說真的 全世界這種評論 現在這個年代太多了 很多是專家不是專家 媒體也很腐爛 就好像剛剛大家講說這個民調 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民調出來 你看果然 就算他是假的啦 他也成功的帶風向了嘛 但我告訴你 他帶的是我們這裡的風向有什麼用啊 他很成功的帶動了 尤其是亞洲的風向 我認為尤其是在亞洲 對這個民調的討論 因為我覺得亞洲特別關心美國 川普的選情 所以他的確是帶動了亞洲的風向 但我覺得美國的本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不管怎麼樣 他的確是在這方面 這是他上次贏得選舉的原因 就是說川普的團隊是一個很厲害 會運用現在社群媒體的網路的年代 然後這個時代 然後善用這方面的武器 發揮到極致 所以你才會所有主流媒體都說 九成他會輸 但我上次 我不是就說他會贏嗎 對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很懂得 所以我剛才才舉例他上次是怎麼惡搞 讓黑人不出來投票 但這一次他的選情危急是一個不可爭的事實 最後有沒有辦法你說非常戲劇化的逆轉勝 我覺得機率也不是很高 但的確他很頑強的在抵抗 他也的確用盡所有可能的方法 在救他自己的選情 所以最後會怎麼樣 當然不曉得 等到11月3號恐怕都還不曉得 但是如果說是現在川普這件事 他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起碼 唯一一個可以樂觀的我希望 就是說到時候不管11月3號的結果是什麼 我希望美國能夠平順的平靜的 最後接受了這個選舉的結果 不過家緣 我當然想因為剛剛立文這樣講 我有想到一個點就是 其實也許在這個選舉的這個競選的期間 川普總統他可能在對於露氣 很多所謂的這種制裁的聲音 這種呼聲是不斷的 而且你看他叫的那個分貝都是拉的極高 那這個把分貝拉的這麼高 可是真正會不會是雷聲大而餘點小 你懲罰了露氣 然後你接下來你可能也會害到 美國的企業 那美國的企業如果真的受傷的話 美國的股市可能就受到衝擊 那美股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支持者 因為很多人要願意把票投給川普 其實就是看在認為 他可以帶動美股的走高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有所謂這樣子的考量 真的也還蠻值得關注的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蓬佩奧不是說要來亞洲了嗎 本來說要來亞洲 而且本來說連蒙古、南韓都要去 但最後一刻的時候 這兩個地方沒去 那只有去了日本 行程縮水了 本來取消了蒙古跟南韓 但依照原定的計畫 訪日本 菅義偉、內閣的成員等等 有意要建立海洋聯盟 這個時候大家很關心說 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要對抗中國大陸 另外未來這個選舉 到最後 像剛剛有講到很多強森的問題 強森染疫之後 他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也是比較強硬的 那未來這樣 你看來到我們亞洲了 是不是未來對我們台灣的政策 也有一些影響 因為蓬佩奧算是 美國對於中國態度 比較強硬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從那個尼克森圖書館 他開始發表了一個宣言 就是說美國從始以後 要跟共產黨幾乎要劃清界限了 然後開始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些策略出來了 不管是說從最早的貿易戰 金融戰 科技戰等等 這些肩幣親野的動作 是一步一步的展開 之後開始前往了 不管說你說到捷克 甚至到歐洲其他國家 甚至前陣子其實 蓬佩奧也到了亞洲其他的國家去 到印度等等 印太聯盟等等 然後到我們現在要說亞洲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說是全球跑透透 跑透透的目的就是要尋求這些 所謂的聯盟 或者是這些盟軍 盟友們 就是大家的共同的理念跟價值 除了說在對抗中國之外 如何在未來的產業供應鏈 跟全球經濟產業重組之下 我們可以變成一個合作的夥伴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蓬佩奧都是有計畫的 一步一步在進行 問題就是說當然就是說 之前很多人期待說會不會順道來台灣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台灣從捷克議長到衛生部長 到之前的美國的這個 克拉特 克拉特 次卿也來了 然後接下來蓬佩奧是不是也可以來了 可是大家也知道說 最近共軍這個不斷擾台的狀況 也是越來越嚴重 到現在我們所升空的這個飛機的價值 高達一千多次 所付出的這個軍費相關於 已經四十幾億了 今天國防部說的 就是說這些就是伴隨著共軍所 老台所付出的這些軍費成本 是非常的高 那所以從吳釗燮部長 最近所說的就是說 並不尋求主動的台美的建交 或者是這些動作 我覺得一步一步 都是要讓這個現在的共軍 或是中共這邊能夠冷靜下來 因為畢竟在美國總統大選 確定之前的 這所謂大家認為是 台海之間最危機的 這關鍵的一個月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不能再有任何的 風吹草動 或是比較一些讓 中共會比較這個 激怒的 就是激怒挑釁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覺得蓬佩奧沒有來台灣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切就等到說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我覺得一切國際的情勢 到底川普對於中國的態度 或者是說對台灣未來的 這些走向等等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所以目前這一個月 我覺得會是一個 風平浪靜的狀況 因為所謂的十月驚奇 本來大家認為說 會有一些戰爭 或是其他更激烈的行為 但是隨著川普懶役之後 我覺得一切的焦點 就在川普的疫情上 那這個反而其實對台灣來講 也無償不是一件 就是可以度過這一次 十月驚奇大家認為 比較兵胸站圍的一個情況 比較兵胸站圍的一個情況 在對方的既然說 我們enclyn的一個之後 既然說我們可以見到 我們在既然分析 有一個人的 發展 我們在既然會